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投电发科来招手 提出呢 在我政府许可之下 将会促成旗下展讯 瑞迪科合并的规划 这一连串的动作充分显示 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并购态度积极 也反映台湾面对 两岸产业进行 该如何掌握优势利基 来强攻未来市场抉择的难题 我们该如何应应 访问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 邱俊荣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邱教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首先我想让大家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 来了解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 目前上中下游产业链的情况分布 目前还是在台湾居多吗 社长 主要半导体的供应链 台湾到目前为止 相对于中国来讲 还相对比较完整的 从设计到晶圆的生产 到封装测试 大概我们是一个 非常完整的供应链 中国其实它现在的供应链 也逐渐完整起来了 但是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其实它落后我们的程度 其实是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在晶圆制造方面 我们的台积电还是相对领先非常多 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IC设计 现在领先的幅度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当然封装测试 我们现在还是有相当程度的领先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急于想要过来 那在整个供应链里头 大概比较早切入的 大概就是IC设计 其实IC设计业 据我的了解是 已经有非常多的台湾IC设计的业者 也许是被参股 也许是被买走了 所以大概中国进入台湾 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里面 大概IC设计这个部分 现在目前是最深的 就被买走的话是指中国大陆吗 对没有错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有很多学生 他来念我们一年毕业 在入学的时候 他老板是台湾人 然后他念完两年毕业的时候 老板就变成中国人 我想会被买走 也应该是就像刚才老师 您所分析的 就说两岸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台湾还是具领先地位 但是就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中国大陆透过这种方式 应该是要缩小这个时间的差距 对没有错 完全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台湾面对的问题 简单来讲是这样 就是能不能继续保持领先 比如说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大概比较早期 是面对着被单立案盘挖角的 这种情况是最严重的 后来面对的情况就是 他也不暗地里挖的 他就是整个团队整个团队 而且是公开架码的挖角 大概从前一两年开始 他已经进化到 他其实也不直接挖人们 如果他可以把整个厂买下来的话 或者是这个参股够多的这个比例的话 其实他就很容易控制台湾的 不只是人才甚至连专利技术都拿到了 所以他们已经进化到这样的阶段 其实台湾面对这个问题 恐怕我说实话 我们要防止人才被挖 或是防止技术外流 大概都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对这好像很难 虽然在投资方面 经济部有定出一些规范 就是有些是开放的 可能参股也有一定比例 但是现在IC制造是没有开放路股来参股的了 所以联发科目前他们表态是乐见其成 但是还是等政府政策开放 好像业者本身的期待 政府未来要怎么样把握台湾半导体产业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似乎面临了相当的挑战 看到业者有这样的动作 对对对对 其实严格来讲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 怎么样持续的去维持领先 我们大概都了解现在业者的想法 比如说他们IG设计特别是晶片 因为主要的这个市场 对岸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像联发科它现在也有一点想要打进三星的市场去 所以我们大概都了解业者基于下游销售端的考量 会有一些想要跟对岸 或者甚至是其他国家厂商合作的诱因 但是这个某种程度其实也彰显了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希望跟对岸合作呢 其实就是因为两岸在产业的联系上面实在是太深了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 其实有几个方向要考虑的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跟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 特别是欧美日的其他国家 有没有办法合作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供应链是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跟它连得非常紧密 所以我们因为市场的考量 就不得不拿一些技术来做牺牲 来做筹码或是代价 但是如果我们的供应链连接的是欧美国家的话 这样的情况就比较能够避免 其实日本这是为什么急着想要加入TPP 达到后来克服了这个国内的反对声让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能够尽快的赶快脱离这个东亚的供应链 能够尽快的打入到美国的供应链 这样子对它的整个产业来讲 会比较健康的发展 所以这样听来的话 就是说台湾的半导体 比如说IC设计业者 或是有些产业 他愿意跟大陆合作 是着眼中国大陆的市场 当然当然 尤其是半导体产业 毕竟它还是比较中上游 到最后的应用段 你可能是在手机 可能是在其他的IC产品上面 那这些终端产品 大概都不是我们能掌握的 大概很多的这种IC终端产品 大概都是在中国厂商的手里面 所以当它的需要 生产更多的量的时候 他们对晶电的需求 对IC的需求就会多 那所以最终的市场 还是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 最终的市场 也不会只有中国 包含欧美日很多其他的国家 也都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第一个我要讲的事情 就是我刚刚提的 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供应链 能够稍微多远一点 不要过于紧密的 跟这个对岸连结 恐怕是第一个我们要想到的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整个我们所谓的半导体产业 我们现在大概都是很粗浅的把它分成 比如就叫设计 或者叫制造 或者封装测试这样子 其实如果你要去细分的话 在这里面还有更多更多的细节的部分 比如说甚至是设备的制造 举个例子来讲 或者是很多的生产半导体的时候 很多的必须要用到的零电 甚至是化学品甚至是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你要整个很好的掌握半导体的供应链的话 绝对不是只有这几项而已 我刚好有一个机会跟台积电的一位主管座谈 他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其实以台积电的实力 你看他自己现在也开始做封装测试了 他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他特殊的零件 或者特殊的化学用料 或者是什么 都还是必须要靠外国的厂商 那其实台积电自己有这样的技术 他很愿意去把这些技术 把台湾的很多的合作的厂商把它扶植起来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其实要真的很严密的掌握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其实还是有努力的空间 那这个努力的空间 其实就是指的台湾努力的方向 那我们因为过去因为量产的关系 都只着重在一些比较基本的领域里头 那这些基本的领域包含封装测试或是设计 那对岸都追得很凶 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进步的话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会有非常迫切的危机感 那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供应链里面 所有的比较细的部分都能够掌握得更好 那其实我们还是很有希望在 不只在时间上面 在技术方面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领先的空间 只不过我们最怕的就是说 其实任何产业都一样 其实如果你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进步状态的话 理论上你不怕被挖角的 理论上你不怕被参股的 因为你总是有新的东西在做 就像台湾在经济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挖了很多外国 譬如说日本的人才 或者是我们也用了很多日本的技术 他们也不会怕我们用 因为对他们来讲 如果那个技术已经有点过时了 它其实是蛮大方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半导体 我们应该要维持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 就是说其实整个半导体产业要做得很 我说实话台湾都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的空间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更琢磨在那些可以进步的空间 然后让整个半导体技术 能够更完整的掌握在台湾手上的话 其实有一些传统领域被挖角 或者甚至被参股 那都不足矩 其实真正怕的是 我们自己没有朝这个更努力的方向去迈进 非常谢谢老师的建议 但是面对有些人才 也的确这是自主选择了 他愿意到中国大陆去发展 其实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他们提出比较高的薪水 那台湾相信之下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 但是对于人才的留住 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 其实他其实跟我刚刚谈的问题 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 当我们如果所有的过去的这个制程阶段 都只是在追求量的时候 其实就会面对很严重的价格竞争 比如说联发科面对高通的竞争就非常的严重 所以如果你都是在这种比较量产规模的这样的领域 在做竞争的话 那其实我们的整个产业升级脚步就会很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厂商的附加价值 它的利润率就会很低 那也因此它其实就没有办法付比较好的代价来留住人才 所以其实你用好的人才和厂商的获利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 就是说我能够用一个好的人才 然后来帮助我往更尖端的这个技术迈进 那因此我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那因此我就有利润去留住更好的人才 所以它理论上要有一个良性循环的出现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良性循环没有被启动 那没有被启动就是过去大家都一直 兢兢业业着重的都是在所谓的量产规模的那一个部分 那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拼规模又拼不过对岸 所以因此我们的整个薪资水准就会偏低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 政府和民间应该要更努力的事情是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那个好的诱因 就是让厂商能够往更冷门 但是更关键的科技去迈进 你唯有掌握这个冷门或者这个关键的科技 你才有办法赚了更多的利润 然后付更高的薪水 使人才留住 然后做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我觉得其他的做法都会比较次要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希望 政府能够从税制上面来帮忙 留住人才 但是这个东西除了一方面不太公平之外 二方面其实也当前企业往前迈进的 那个企图性是有点不足的 必须要靠政府的协助才能去留住这些人才 长期来讲它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 所以企业能够负高薪努 不是靠着政府的制度帮忙 而是靠他自己能够在结构上就能够稳健的获利 然后能够去留住这些人才 所以对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恐怕怎么样去让产业升级的速度来得更快 这个东西可能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像台积电一样能够慢慢的有一个自主研发的话 我想是比较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没有错 是 那么反观中国大陆 它大手笔的在进行海外并购 很多产业都是如此 当然很快速 时间差好像可以缩小 可是就老师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看法来看 这样子它会很扎实吗 会有竞争力吗 当然会有一定程度 但是它其实也有它的这个局限性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 其实台湾过去的成长的角度也是一样 虽然方法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类似的 举个例子来讲 台湾的技术起飞 其实是靠很多的外资 特别是欧美日本的资金到台湾来 透过他们直接投资 所产生的那个技术外衣效果 使得台湾的技术 能够比较快速度的赶上这个欧美先进国家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这种嘴感其实它一定会有一个局限 因为你透过诟病的方式 说是透过它把技术外衣给你的方式 你还是永远输它一些 所以你还是会永远落在一个跟随者的角色 但是在这种产业的竞争上面 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第一 或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关键 你哪怕只是落后一点点 恐怕你在市场上都没有办法很永久 很持续性的发展 所以美国为什么这么强 欧洲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他们还是非常着重在 所谓的这个技术科学的研发 那我们可以想象 你大概很难想象说 美国或是欧洲的厂商 会是靠着诟病去取得他所需要的技术 因为他们的技术本来就已经是最先进的 如果我们从比较务实的层面来讲 中国现在做的诟病 其实我也不会很看好它的前途 比如说现在他想要买美光 时光想要买美光 但是最近受到美国政府的严重的关切 那其实我们现在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就是说美国以前是不太搞制造业的 那当他不太搞制造业 他都希望去所谓的代工 所谓的委外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乐意的把技术 外衣给代工的厂商 但是美国这几年 他其实已经严重意识到 他的制造业如果不振兴的话 会严重影响到他的就业 所以美国这几年开始 非常努力的搞所谓的再工业化 也就是这个制造业的回归 那这个影响非常非常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当美国开始注重制造业之后 他对于这个技术的保护 对于技术外流的限制 就会变得越来越严格 这是我们这两三年看到的趋势 所以过去中国 为什么他的技术 可以经过得那么快 有很多美国的厂商到中国去投资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再加上中国他都永远希望 利用合资的方式 来允许你进入他的市场 所以他通过合资 他就更快的去取得 他所需要的这些 无论是生产 或是管理方面的技术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美国他自己要 这个制造业回归 他要开始振兴 他的制造业的时候 过去这样的脚步 就不可能那么的快 所以现在中国 为什么那么急切的 想要靠诟病 为什么不靠以前的外人直接投资 就是因为他现在 没有外人直接投资了 他必须要主动的 往外去发展 但是我可以预期 他遇到的阻力 应该是会非常非常大的 好 目前美国是 启动在工业化 那么台湾 我们现在政府 也在启动一个生产力4.0 我们希望能够带动 台湾的经济发展 在面对中国大陆红色供应链 特别是半导体产业的 崛起的威胁 我们能够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非常谢谢中央大学 经济系教授邱俊荣 提供你相当专业的观察 解析跟建议 非常谢谢邱教授 谢谢 谢谢大家